一度傳出請假不會出席的 法務部長羅盈雪 列席背詢 立委段以康炮火猛攻 雙方針對肯亞案唇槍捨陣 通通都送到中國的監獄去關 你的結論就是這樣 我們也不要檢察官了 我們也不要法院了 我覺得你真是可恥 我以為這樣講話才是名粹 拿出外交部和路委會報告 強烈指責大陸侵害管轄權 但對法務部報告內 未提出嚴正抗議 質疑法務部的態度有問題 法務部長羅盈雪動怒反赤 你再講一次 上來 再講一次 您這樣講就是剛剛您講的 民粹叫我舉例 我就這樣說 雙方火氣這麼大 就是因為台灣詐騙集團猖獗 刑責卻很輕 2011年刑事局針對詐騙 和東南亞國家同步發動行動 跨境打擊詐欺 當時逮捕598名人犯 台灣人犯就有122名 號稱空中監獄 花錢出力 大動作分批薄機回台 結果地院審截 只有一人需要入監 其他通通情報 法務部要去研修這個刑法 看要不要去修改它的刑度 那這些部分 我們這個修法的這個想法 也會出來討論 一罪一罰之外 那能不能再加重其刑 然後讓收到嚇阻的效用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法律是完備的 那只是說法官在適用法律的時候 應該要考量到這個案件的 被害人的一個多寡 如果贏血承諾會儘快派檢察官去大陸溝通 國內修法卻急不得 但顯然民間聲讓無法接受 慢慢來國內外司法困境 就看法務部如何解套 藉由陳嘉宏熊至夜影中聯號 台北報導